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现在在美国 咱们海边 现场 太平洋 直接给大家报道 最近菲律宾现在破船 马德尚号 据说甲板下边有异样 海警无人机对仁爱礁这艘破船进行了抵近侦察 据说发现三个疑点 第一点就是菲律宾破登陆舰 甲板上出了大量的太阳能板的反光 太阳能板在反光 其次菲律宾的登陆舰顶部出现了航海雷达天线 最后发现最近破登陆舰甲板上出现了7间 至少7间临时房 同时破登陆舰侧面发现 飞机军正用钢管插入海滩固定登陆舰 咱们说大洞随时可能测清 这个时候他用钢管来支撑 这一系列首先说明什么 菲律宾军队在破船上的兵力 既然是要支撑的就是重量增加了 重量增加就是他人数在增加 装备在增加 很可能不是公开的12人 对吧 他这个重量增加肯定不是公开12人 从这个行动看每一次菲律宾坐山军舰破坏咱们的封堵行动 一般是出动三艘快艇 经营外围的飞军 三艘快艇 那么一艘快艇三人 三艘就是九人 在船上的飞军 而且还有警戒 还有运输 还有指挥观察 所以咱们算一下 这个人数绝对不是12人了 那么船上的菲律宾士兵应该是至少在20人左右 也就是说菲律宾已经增兵了 那么菲律宾还利用太阳能发电 包括操控航海雷达监控中方行动 那么巴勒旺的军机司令有通信联系跟他们 甚至说 飞军还在破甲板上建了一个监控指挥中心 其实94年中方开始在仁爱礁西北26海里的美济建高脚屋 其实已经是在监控飞军行动 前沿监控 23年以来 海警部队不断进入仁爱礁 实际是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中方对它监控已经很长时间 所以它一举一动变化 应该是中方都掌握 美国专家甚至承认 美军进入黄云岛会引发局势升级 所以说在南沙附近 中国有绝对的民兵优势 包括海空优势 但是他说如果在仁爱礁 建造由美国海军团队永久住属 这个永久建筑物 就会导致中国行动升级脱走破登陆线 这样的话 有可能是阻挡菲律宾在南海开发石油 天海遭路 所以美国海岸警队考虑就是全面升级菲律宾装备 然后仁爱礁取得优势之后 菲律宾可能会获得美国援助的 退役的避海战斗舰训练人员 美国的避海战斗舰要 要给菲律宾 这个军舰是有无人艇 包括海军的打击火力 包括火力侦察兵无人机 包括射箱系统 包括可以对潜滩活动进行侦察 包括也有行动能力 菲律宾要求租借美国海军团队登陆艇 气垫船 英国的刚性的冲击艇 这都已经开始行动了 据说美国说认为在巴勒旺成立美飞联合监控中心 监控中国在仁爱礁的海警行动 美国可以向菲律宾提供侦察卫星照片 包括空中侦察 卫星侦察 海上监控 海底无人 监控等等 实际就是跟互相站 实际就是他当下一个代理人 美国海军退役的情报官员说 现在认为美国海军应该在南沙群岛附近巡航 然后和海岸警队船只 都可以派兵去菲律宾 包括美军也可以直接接收菲律宾水兵 进入美军第三舰队和第七舰队 然后增加战术技术协同能力 然后美国媒体认为这是为了避免飞船只 美水兵受到威胁 所以说美国现在是暂时没有考虑了 他认为美国菲律宾 日本奥地亚要形成一个协同小组 在海上每年要以燃油冲突为背景 进行空头演练 然后海上检查 包括查扣小型的机动艇 实际就对中国海警进行查扣 包括布置障碍 包括绕过障碍 包括医疗后送 要制定交战规则 联合特检力量要派进 你看这一系列美国动作 实际都精心的要什么 要针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要反制 包括实际就是在抑制中国的制海权 中国周边现在其实中国早就抑制到了 但是现在看中国在马来西亚巴沙地区 有一个补给港 巴沙地区叫哥达基纳巴努港 这个补给港 海军舰其实可以随时在马来西亚进行补给 其实我们还像 就是马来西亚还像中国定了18艘小型军舰 这个港口面对的就是菲律宾的棉兰劳岛 梁兰劳岛有大量的菲律宾的反正物武装 说白了一旦在这个区域 美军和其他四国 澳大亚日本形成这种联动 那么中国也当然会在这个方向行动 另外呢 最近消遇中国的万吨海警船已经到达 中国这个万吨医疗船也已经到达南海 这应该是在做最快打算了 7月11日解放军的私路方舟号医疗船 正式启航前往南沙 私路方舟号是海上医院船1.4万吨 他是要在南海前沿要部署了 这个时候进入南海 其实咱们说就是在做最快准备了 所以南海现在看 文的武的同时准备 几天前解放军刚在海上进行演练 这次医院船到 主要是6月份菲律宾 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个 涉及南海大陆架划分的一个方案 中方提出议议 那这两天呢 马来西亚对菲律宾这个提案表达不满 对吧 包括向联合国发出外交召会了 这样一来呢 菲律宾中国马来西亚联合国 会有一场法律战 法律上的中国战礼 其实本来完全不用怕 关键什么 菲律宾背后是美国 美国就不讲道理 刚才咱们讲了 美国人实际准备在行动了 那么文的和武的 对吧 那么中国在南海曾能加码 现在05万能大区 山东舰都已经到了 这时候把医院船也派出去 这次实际就向美方说明一切了 就菲律宾这几天其实在仁爱礁 抓住附近 咱们说中国在抓它的环境问题 就是他倒是对中国倒打一耙 然后美方也是派了日本和菲律宾掐了所谓的同盟协约 同盟条约 这时候实际就是希望日本和菲律宾来缠住中国 但是中国现在做好的就是直接跟美国打的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医院船包括万吨海警船都不是对付菲律宾那点 我们打的是美军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联合跟你讲理 但是我讲理期间 如果你认为中国就不会对你动手 我觉得中国就在警告他 实际是你的战略判断失误 主要是这个阶段 美国螺刺炮就已经去了中东了 在这个阶段美国就没有能力来帮助菲律宾挑衅 去武装挑衅 这个结构眼上那时候坐贪的军舰 现在咱们上一期也介绍了 坐贪的军舰现在非常危险 整个状态非常危险 再结合现在杜特尔特 据说杜特尔特已经是面临危险 说有一项贪腐罪正在落在头上 这叫特里兰尼斯 这是一个菲律宾参议院议员 他向司法部提了一个诉讼案 说是诉讼中指控菲律宾前总 杜特尔特及其执政时期的助手 克里斯托弗 涉嫌贪腐 说两家建筑公司在达沃市 获得100多个建筑项目 政府的建筑项目 然后合同至少66亿炉比锁 然后合的是8.2亿人币 这两家公司是在 应该是他们把材料已经移交司法了 两家建筑公司是没有足够资源和人力 来承担这一项目 最重要是这两家公司还有杜特的助手 也就是说 他的亲信和这家两家公司有很大关系 实际上石工人是克里斯托弗的父亲及哥哥 所以特里兰尼斯认为 杜德德和克里斯托弗 涉嫌已全摸私了 利用职务便利 掠夺国家自己 说如果政府官员伙同家人 通过腐败 从政府融资 就构成掠夺罪了 超过5000万彼所就构成掠夺罪 最高判处终身监禁的 没收非法所得 所有财战 也就是说这个指控如果落实的话 66亿比锁 恐怕杜特尔特要终身监禁了 在这个时期 不排除菲律宾的小马斯会利用 国内的局势变化 包括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包括美国在南海的一系列行动 在南海来一次武装挑衅 也包括中国现在如果他动了杜特尔特 中国可能就直接军事行动 我们军事行动 当然有可能是对杜特尔特的支援 但是我觉得现在看 各种变数都存在 我们一定要关注南海 帝国 双特 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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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特